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八卦境呢,我們可以看到,比這個山海鎮,在民間的屋語當中,是更常見到 那例如像煞氣裡面呢,像這個有一些神壇煞啦,或者是都高壓墊煞啦,伏木煞啦,天斬煞啦,或者官茂煞啦,蜈弓煞啦,等等 還有這個圍牆煞啦,還有棺木煞啦,還有這個反弓煞啦,陸建煞啦,等等 那像這些煞氣,大概都是用,只要你是碰到煞氣的,一般來講就會用這個,所謂的山海鎮 一般化解充的,大概就是所謂的八卦境 那道教當中有許多的辟邪物啦,有比如說辟邪物 那在辟邪物當中呢,八卦境呢,可以說是廣泛應用 那這個八卦境,如果你是把它放在一個鏡面上,叫八卦鏡 那如果是你是,不是用鏡子的形態,那就是八卦圖 那八卦鏡跟八卦圖有什麼不一樣呢? 八卦圖的威力沒那麼強,就是比較和緩 那八卦鏡呢,因為它有反射吸納的功能啦,所以它的功能比較強一點 那通常呢,有時候呢,你會發現呢,在烏語當中呢,有八卦鏡也有山海鎮 可以合併使用 那最基本的樣式呢,就是八卦鏡最基本的樣式呢 就是圍繞的銅柱,還有圍繞的玻璃柱,它的鏡面的八卦柱 那這個八卦鏡呢,通常也是一個先天八卦 那根據呢,周易的說法呢,就是說,因為它有扭轉乾坤,調節風水的效果 那現在因為台灣也好,或者是世界各國,中國大陸也好,華人社會裡面 你可以看到呢,房子都是併著併著一起 所以在一個住宅密集的地方呢,常常有一些不良風水 所以過去呢,當路鋪好之後呢,電線桿究竟要擺在哪裡 路燈究竟要擺在哪裡,常會引起兩家人的紛爭不已 等到兩家人擺平了之後呢,對面那一家又不舒服了 所以呢,在修路的時候,或者是在道路新闢的時候呢 有時候為了電線桿擺在哪裡呢,或者是路燈擺在哪裡呢 常常會引起紛爭 那因此,據說台電有一種業務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電線桿殺到你家的話 你還可以申請遷移啦,申請遷移 據說他們有這種功能,但是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這種功能 因為我有朋友呢,他們覺得說,欸這個他可以去申請他遷移電線桿 路燈可能也可以,但路燈大部分都是在當地政府啦 就是可能是施工所啦,或者是鄉工所之類的 但八卦鏡呢,如果你注意看,八卦鏡有兩種形態 一種是土面的,一種是凹面的 那還有一種叫平面的,一種是平面的 那也有一種是沒有平面的,甚至不是鏡子 那不是鏡子,我們常常叫做八卦牌 八卦牌,像一個牌子一樣叫八卦牌 但是這些作用它不大一樣 例如說我們先講凹面鏡 如果這個八卦鏡它是內凹的,凹面鏡的形式呢 它最重要的是凹面鏡它有收據的功能啦 所以一般來講,八卦鏡如果是有收據的功能,它是凹面鏡 通常是強調這個西柴納芙 就是西柴納芙 你家地理非常好,你不想外洩 就用凹面鏡,凹面鏡 所以凹面鏡的時候呢,就有這種西 通常是有西湖納芹的這種功能 西湖納芹的功能 那另外呢,有時候呢 一開門就見到樓梯 所以台灣的很多房子不希望呢 一開門就看到樓梯 一開門就見到樓梯 一開門就見到樓梯 那另外呢,有時候呢 那就會有一個卷簾 卷簾上面就會有一個八卦 就會有一個八卦牌 通常八卦鏡掛在外面的比較多 八卦牌掛在室內的比較多 那這個所謂的開門建電梯呢 有人說這是有剪刀煞 因為電梯好像一個剪刀一樣 所以有所謂的剪刀煞 那或者是建築物呢 面對的是所謂反攻煞 也就是說,這個道路呢 它像一個弓箭型 像呈現弓型 你就在弓型拉滿弓型另外一端 那不是很危險嘛 所以這個叫弓型煞 那有些反攻煞 如果這個道路也好,水率也好 或者電線桿排列方式也好 都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這種呢 對於這種呢 會讓運氣呢 會有一些飄逸或不穩定的情形 那你就可以用凹面鏡的方式呢 來說聚集祥之共的用途 那圖面鏡是做什麼 圖面鏡它是放射狀 它這感覺上是要把光放射出去 所以圖面鏡它的功能是擋煞 所以圖面的八卦鏡呢 通常是為了驅除的功能 所以例如說居家啦 辦公室的外面呢 剛好碰到路窗啦 或是建築外面呢 是針對馬路的十字路口啦 或者是針對對方的屋角啦 對方的牆壁啦 或者是火器啦 火器例如說對面是個煙囪啦 或者是電線桿啦 感覺它比較熱的 燈住啦 這就碰到一個火器煞 還有一些天斬煞 天斬煞的意思就是說 兩棟房子當中 通常台灣有很多兩棟房子 離得非常近 但是中間有個細縫 這個細縫就好像天斬一樣 所以這種煞呢 就是把它叫天斬煞 就是兩棟大樓當中 兩棟大樓當中有個空隙 這個叫天斬煞 如果我們的建築物比較低 對面正好蓋個非常高大的建築物 兩棟 然後這個他們的縫隙正好對著我們家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天斬煞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 都可以用像面林這種煞 通常用塗透鏡式的 塗透鏡面的 塗面鏡的八卦鏡 來用來擋煞 那平面鏡的功能 是作為反射負載的功能 所以平面鏡它也有反射的功能 但是它反射的功能 沒有像塗面鏡那麼樣的強烈 所以通常如果不是太強烈的煞 你就可以用平面鏡來保護 所以平面鏡的八卦鏡 通常叫做富宅八卦鏡 就保護宅 在這次平面鏡它是比較平和 比較平和就是稍微保護一下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有鏡面的八卦鏡通常不要放在室內 就好像三乃症 如果你是有鏡面的三乃症 也不要放在室內 放在室內就是用八卦牌 八卦牌通常是沒有含鏡面 純粹是一個先天八卦的圖示 那這個放在室內它有功能 就是道教的說法 它可以提升烏煉的能量 那這個八卦牌放在室內的時候 究竟要怎麼做 當然假設你有祖先牌位的話 也是一樣要禀告祖先 禀告神明 那禀告的方式 在我們在講這個三乃症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 然後放的方位的時候 假設是八卦牌的放的方式 通常是要看巫主的五行 那巫主的五行 通常我們會去強調說 希望能增強功能 所以你要用這個所謂的 增強的方式去放 不要用客製的方式去放 會好一點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含鏡面的八卦鏡 通常盡量不要放在室內 沒有含鏡面的八卦牌 你可以放在室內 放在室內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禀告祖先的方式 那也是要挑起個吉日 當然你也可以到廟裡頭去做個開光 或什麼之類 像直接都可以 但是一般有一種說法 就八卦鏡在什麼時候掛最好 有一種說法就是你要找個吉日 這個吉日呢 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十一點 這個從上午的十一點到下午一點之間 它掛的時候最好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五十嘛 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到下午的一點鐘 這兩個小時就是我們所謂的五十 五十呢 陽氣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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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八卦鏡掛上去 是最合適的時候 也就是假設要掛八卦鏡的話 但八卦鏡一樣 你不要對著對方 不要對著對面的家裡的室內 特別是因為八卦鏡還有反射功能 對方一看就知道有一道陽光 從你家測過來 他就知道你在掛八卦鏡了 所以這不好 所以這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 這個一般道教的說法 就是說把煞氣引到對方家 所以這樣的就是一定要避免 所以在八卦鏡的時候 掛法也是一樣 稍微向下傾 讓八卦鏡的反射力道 只反射到路的中間 路的中間為止 甚至連過路的中間都不要過去 這就是為了讓李林比較和諧 那之前的中畢有一些朋友 為了掛八卦鏡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了 那後來呢 透過一眼去協商 那一眼就在對方的家裡去 就跟他寫了幾個字 對我生財 後來有一次我聽他講 他說他就叫他掛個 我說你怎麼有辦法 讓人家把八卦鏡取下來 他不可能 人家掛了都不可能 那他就跟他掛個對我生財 就可以克薩 克薩 當然這是民俗的說法 信不信 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但是這是我們在非常多鄉村裡面 比較農村的社會 或者比較想承認 就才能看到八卦鏡 或者是八卦牌 這樣的一個防衝的這種的 風水師常用的東西 這種風水師一定是 就是道教的風水師才會用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八卦鏡 那謝謝大家收看 小日文 感谢观看